秦氏集团通缉令 知道是谁 一天之内自己主动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后果自负 秦总裁的心近情人 这背影可真够风景万种的 是我 希望你再留下来陪我一会儿 滚 你只是我穿你的衣服而已 渣男 女人就算是衣服 也是你这种渣男穿不起的名牌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这么恶心 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我就这么走了 有了 赶紧走 人呢 这些钱就算是我补偿你的 再见或者再也不见 抓我吗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秦氏集团通缉令 知道是谁 一天之内自己主动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后果自负 这背影啊 天 你啥时候这么八卦了 这个秦总裁是谁啊 他可是号称我们市里的首席总裁 是我们市里所有女生最想嫁的男人了 要是被通缉的人 是我就 不是吧 我居然惹上了他 方晴 我有点事 帮我请个假啊 拜拜 今天晚上出去玩 来得挺快的呀 真挺快 这女儿谁呀 滚出去 不管你是谁 只要给打扰我的好事 滚 渣了 你要干嘛 你说呢 我今天来 是来找你谈判的 谈判 你有什么自由跟我谈判 这些钱 是我全部的家道 就当 是我赏你的 好 好呀 钱你也收了 折胶吧 你看起来好像很缺钱的样子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你做我的女人 如何 你在说什么呀 再加上一张 无上限额度的金卡 怎么样 那就 不客气了 我 你以为钱能买到所有女人吗 今天是我 用钱买你撤销通缉令 你以为钱能买到所有女人吗 今天是我 不是吧 又得加班 好 这要去 孤儿 给您一星期 秦总 给您一星期的时间 做过孤儿园的地平 前天所有的钱 都给了那个死变态 晚上就一号 拿什么钱给孩子们和院长呢 你慢慢 慢慢 给我力量吧 我是不会放弃的 从 明年开始 每天 多打两分 加油 同天爱 抓紧时间把外卖送过去 好的老板 这是我们总裁的提示照 那就麻烦你好好拍了 好 这个气势要有 好 灯光老师再补一下光啊 哎 我们总还非常帅啊 你好 请问一下哪位是 邦尼小姐啊 这呢 您的外卖到了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这么慢 不好意思啊 我刚给您打电话 您已经没接 怎么那么快要见面了 童小姐 她真是我所在 秦大正在 哪里哪里 看来 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 静阳 你认识这外卖小妹 嗯 把外卖给我打开 递过来 哎 哎呀你怎么搞的 我这裙子很贵的 别拿你的脏锁碰我 够了 别跟外卖小妹计较 啊 秦总 我用不着你替我说话 还有你 如果动起手来的话 你绝对占不到任何便宜 那静阳总不好意思啊 没事 送你回家 我不需要 哎 你又要干什么 哎呦 我记得 某个人的照片 在我手机里 不知道 不小心发出了怎么办 你 怎么样 怕我吃了你不成 谁怕谁啊 你这次 准备删照片了 我想你误会了 我只是送你回家 没说要删照片 你 还是那句话 想要我删照片 做我的女人 没门 停车 不行 你再不停车 我就跳车了啊 想我做你的女人 下辈子吧 再见 哦 还是 再 不见 我们这么有缘 一定不再见啊 哎呦哥 你是在等我吗 对啊 我后天晚上想请你去看电影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当然了 那我后天晚上来接你 好 哦 这样 可不可以给我点时间 我去筹钱 我把孩子们安置一下 许院长 我们不是让你马上搬走 给你一个月时间 可以吗 这个一个月 太短了吧 可不可以通融一下 许院长 其实关于这块地皮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回收 嗯 我今天过来 就只是来看看 倩阳 之前不是照收的呀 嗯 如果我之后要回收的话 我会提前跟你说 哎 不过这几年 我应该不会回收 那那那太好了 我替孩子谢谢 谢谢你们了 如果什么需要 再跟我说就行吗 好的好的 谢谢 喂院长 亲爱 今天秦氏集团来人了 说我们过儿院的地皮 被他们收购了 什么 院长你别担心 你放心 有我在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嗯 秦静阳 就是你搞的鬼吧 秦大总裁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的女人 叫我的名字 秦 秦静阳 去掉我的姓 静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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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收走 孤儿院的地 你说呢 我答应你 你答应什么 我答应 做你的女人 满意了吧 是吗 是吗 可是我的女人 从来都是心甘情愿的 看着样子 不太情愿啊 我是心甘情愿的 哪有你的行动 和证明 喝完了 还喝这么一点 就不行了 这个大变菜 你觉得 我想干什么呢 还好没事 算他有点人贫 没有趁人吃飞 其实 现在可以做点什么 你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的 我一直在你后面 对啊 你答应我的事情 没忘记吧 没关系 我可以提醒你 从今天开始 一整个月 你童天爱 就是我的女人 我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明白了吗 不过 不过 我们得牵住西约 福尔院的地 你永远都不能盛会 好 还有 你不能干涉我的生活 还要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去试影 这一个星期内 你都不能碰我 我也不喜欢勉强女人 我答应你 好 清晰 你我契约 就此生效 你 不能失言啊 天爱 来 明哥 你怎么来了 你昨天看电影不是没来吗 我过来看看你 是不是有什么事 对不起啊 我 我 我昨天真的有事 你听我跟你解释 没事 你最近为了孤儿院的事 很忙 但是 你要照顾你自己身体吧 给 给你买的蛋糕 好漂亮的蛋糕啊 这样 下次换我请你看电影吧 还是我请 明天有空吗 那明天见 妈妈 你知道吗 来明哥真的对我超级好 你会喜欢她吗 你会喜欢她吗 笑了吗 你一定很喜欢她 对不对 喂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你跟我要干嘛 第一 不能关机 随时接我的电话 第二 随叫随到 第三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听明白没有 我听明白了 是变态的 天爱 七点钟 电影院见 但是 恐怖片减肥 很好 不接我电话 跟其他男人鱼鱼鱼的事 时间也不早啊 要不 我先送你回去吧 好 对了 下次我请你看电影吧 不用 这次就当是庆祝我升职吗 好 这么巧 你怎么在这 我找了这个 找了好久 也不接我电话 天爱 这位是 表哥 呃 这个是我表哥 行了 你还有个表哥 你好 我表哥肯定是找我有点事 那你先回去吧 文明哥 回去我给你打电话 我不是他的 好了 我到家了 你可以回去了 嗯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不要 这是我家 有点小 你随便坐吧 你干什么 提醒你一下 你现在 是我的 没碰我一样的女人 随便这么差 看来这下也是行 不能继续了 这可是我的初吻 我的初吻 可是要留给我喜欢的人的 怎么就给了你这个变态 初吻 真的吗 还有 你已经答应我了 一个星期内 不准碰我 所以你现在 可以走了 好 那你明晚上陪我吃饭 刚才那个男的就是你喜欢的 叫你管 一副蠢 刚才感觉怎么样 明天吃晚餐啊 明天吃晚餐啊 变态 少爷 准备的都是您最爱吃的 看我怎么整治整治你这个 不发护 靳 要不然 我喂你吃 好啊 宝贝 真贴心 来 张嘴 你干什么呀 宝贝 味道真好 好想多吃一点 我要去哪儿洗手间 快点回来啊 我还等着你喂我呢 不分跌跌场合乱来死变态 你以为我会输给你吗 亲爱的 你吃完了吗 我想回家了 还没吃饱呢 宝贝 你喂的太好吃了 我一个未尽啊 请进啊 你够了 那既如此 跟我回家 还想跑呢 你说什么 我们可是有期许的 确定还要跑 我没有啊 那就好 对 你什么都不贵 你都不贵 可能我没做到 不贵 这里是工作场合啊 我不会做 你一直期待我对你做的事情呢 这是我其中一个家 装潢一般 请见谅 秦静阳 那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什么你还不明白吗 根本没有照片 你的照片就在我脑子里 那个是 是你画的 当然 你的样子 早就磕在我脑海里了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很感动 是不是觉得 我要亲你了 我要回家了 我才不要看这种种东西 等等 跟你起约 往后的一个月 你都在住在这里 所以 今晚 我又回家了 再见 静阳 找我什么事 你没有笔钱 以你的名义捐款一个叫做仁爱的孤儿券 哟 我们秦总什么时候这么有善心了 突然想做好事情 但又不想引人注目 所以麻烦你到楼 是为了这个吧 还是兄弟了解我 谁想做你的好兄弟 不想做我兄弟 难道想做你 我开玩笑的 你不会当真了吧 我也是开玩笑的 别建议 那要谢谢你了 我回家了 你看它 终于来了 不就是住一个月吧 是吧是 是吗 但我很期待 你怎么不带你写的月时期的啊 不用那些话了 我才不信呢 这是我家 我想和她一起 就和她一起 怎么样 好看吗 大变态 你怎么又那么晚回来 我我肚子饿了 我去搞点吃 别吃 大变吃好的 走 怎么那么早就关了 不让我吃泡面 带我来喝四北葱啊 还是跟我走吧 就等了 这些东西 能吃吗 当然了 十个面筋 十个肉串 十个羊腰 最后还有两份臭豆腐 我都忘了 我们高高在上的秦总裁 肯定没有吃过大排档吧 嗯 这个羊腰 我特地给你点的 你平时那么辛苦 多补补喽 我不想 乖 啊 什么鬼东西啊 你是不是不宜整我啊 没有啊 走 我们不吃了 哎 哎 哎 不要打脸 你觉得我会打女生吗 好了 就算惩罚了 你是在戏弄我吧 你们有钱人 是不是都喜欢注重别人 没有 刚才烧烤是真的不好 我不想让你吃 把钱交给我 啊 有我在 别爸 嗯 还差一天才到一个星期呢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一个星期 差一天都不行 啊 好 我尊重你 喂 真的吗 太好了 一位女士 叫 于瑞 好 我知道了 大姐 大姐 我实在逛不动了 已经很难了 回去吧 哎呀 这还早呢 我出去 你没吃脱药吧 我以前求你你都不逛 今天不回去啊 哎呀 最后一个变 哎 我必须要面对了吗 我必须要面对了吗 我 勇敢一点 我绝对不能 要这么晚 要这么晚 这里 今天这么快啊 该 给你什么奖励呢 少前 我要温柔的 这种茶 好的好像还吸不一次 早啊 我怎么在这 怎么一大早的事一 昨晚你可信了 别 别说 你 你快出去 我要换衣服了 我可不想上身去吧 行 那你请我一下 不然 我就气死你了 好了好了可以了 又一个无辜的少女 回到你的手里 话说回来 你对红戴的感受还真不一样 怎么可能 我还是这句话 女人 女人 好 如衣服 嗯 嗯 嗯 来 喂 放叔 妈怎么了 天爱你最近你到底怎么了 上课睡觉不说 被教授骂醒 居然说人家死变态 你期末考试不想过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最近一直做噩梦 所以就 就脱回头了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还不许因为 我临时也有事 要出国一趟 过两天就回来 不准吃泡沫 不然就死变了 你才死变我 大变态 你在说谁呀 嗯 嗯 小心啊 我一会儿呢 有点事 麻烦你再帮我请个假啊 嘿 哎 我搞不定的呀 大变态你在家吗 嘻嘻 呜呜 来 姐姐好 金阳哥哥 金阳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呀 姐姐 先放开 嗯 我不要 我数到三 你不放开我就生气了 一 二 不要不要 我就不 姐 妈妈 你看 金阳哥哥他又欺负我了 你请杨哥哥屡徒劳累 乖 别闹啊 妈咪 我怀了 你电话里跟我说你得了疾病 不过我看你现在好好的呀 是啊是啊 你看我这手臂戒指滑到了 妈咪 你是不是骗我回来 我明天就回去 妈妈 我觉得杨哥哥他这次回来 好像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 你放心 可能是那么太久没见面呢 有我在呢 有我在呢 琪琪做我的儿媳妇 我很喜欢 放心 我会帮你留住他 谢谢妈妈 你真的比我的亲妈还要好 琪琪 比较他会很听话的 我都会让爷爷收拾他 我会草剑下来 我一眼就会让你接受 我选择你 我都会很厉害 我怀疑 我脅定了 我先级 天哪 妈咪 你这次骗我回来 当中了有多时间 你这次骗我回来 你这次骗我回来 什么的 你就别找了 我就藏起来了 生蛋 那以前就得给我吧 过晚生蛋节就给你 耶 姜哥哥 那这样你又可以陪我了 妈咪 死变态 说好两千回来 都一个星期了 还不回 死变态 你终于来电话了 你终于来电话 是白鸣哥 看电影 不好意思 我最近都没空 在家里面的 都没有一样 支援 在这边 我们要联系 你能让我打开 我现在 поп private 我已经不理解了 我现在只能为我 我们要联系 在这边 我们能为我 我们要联系 我们要联系 这边 我们要联系 你已经懂得出 我们要联系 一个月时间已经到了 我准备搬出去了 不用了 来宾哥 你其实不用特意接我下班的 我今天其实不是来接你下班的 我 我喜欢你 我升职了 我有能力给你幸福 做我女朋友好吗 对不起 白宾哥 我 不能答应 靳阳 知道了 还没有对那个小刺猬死心啊 不是死不死心的问题 是我们的合同才走了四分之一 剩下的我要再还回来 最近童天爱和叫肖白铭的男人做得很近 收购童天爱的公司 一周之内完成 喂 给童天爱转账 好 嗯 童天爱 你看一下吧 劳5合同 经理 才一个月就给我转账了 快签吧 每个月一万五 这也太高了吧 公司觉得你是可笑就知道 請收了吧 聽說了吧 咱們飲宿還在收購了 什麼啊 这么久不见小谷吗 回来了 不用你 孟小姐你怎么了 经理买了个脚 情组丰富了 她说你受伤了 可以带薪休假 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辞职不干了 别别别辞职 你出伤来了 请静谣 停安 停安 你不能辞职 若你辞职的话会恢复违金 还会影响你和工作 你好考虑清楚了 我自己去跟她说 好久不见了 你找我 秦总 你能不能 同意一下我的辞职请求 不能 现在签了合同 就让合同走 好 那你能不能别给我特殊待遇 我受不起 可以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等等 我 放开我 你要干什么 别吵 还疼吗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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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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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还好吗 很好 我又升职了 恭喜啊 那 一定有很多女孩子 喜欢你吧 你知道的 我已经 我该怎么办呢 听说了没 童天爱的背景很强大 情况比起来 你怎么办呢 不用了 姐 人家不开心 你不是要买包吗 是要欢迎买 别烦我 秦总 童天爱和白鸣在餐厅 帮我撒给我 不 天爱的表哥 对 对 哎 天爱 嗯 那不是你表哥吗 好 你不想负过 你不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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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静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是天爱的小哥 你应该你知道的 我知道 那你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天爱舒服 我管你们之间 有什么恩怨 秦总 天爱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女朋友 她之前是我的女人 什么 她把自己卖给我一个月 做我的女人 怎么样 现在还要她吗 秦宁 说了这些你就满意了是吗 我们一起 我真的想不通 我玩过的女人 你有兴趣 天爱 别理她 走吧 你现在是我女朋友 考得跟兄妹似的 我到了 等一下 我先去上班了 静阳 你不是这几个生的小素颜吗 你对同天爱的感觉 我对其他女人感受了 是不是会像汤子吗 你自己想想 你到底要找我做什么 天爱 听我说 你不要再说了 你刚才说的那天晚上 都已经说过了 你先听我解释 是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你难道侮辱我 吸了我还不够吗 不是的 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把朋友 Christina inst兰 描露我 也许 甚麽 教 kav 你 突然 你走吧 我先来信息 金刚 实在不好意思 久等了 没事 还有上次对不起 你现在已经是我女朋友了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这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 那我们去游乐场吧 行 走 听说秦总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是当红女性男的吗 不 我喜欢的真 是总共也好 我喜欢她 不想许他 我想许他 我不想许他 我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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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 我虽然 只是个普通人 不像他那么有钱 但是 我会有一辈子对你好的 你现在不用着急回答我 等你想清楚了 再给我答 不 我 现在就答应 你又要干吗 我想见你 所以我就来了 我不管你们男朋友 我就想见你 我知道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好 我原谅你了 秦静阳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着我了 好了 我到家了 你可以回去了 我看你进去吧 不用了 我明天要出国 一九州才能回来 让我抱一下 不然我会发疯呢 你发不发疯关我 有什么事情 我要回去了 白兵哥 你快放开我 放开你可以 那不代表会放弃的 走 秦总 请你不要来骚扰我的女朋友 谢谢 抱歉了 久等 终于看到你们俩在一块了 什么叫终于啊 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 我现在条件还不是特别好 不过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们可以先订婚 是不是 我 其实我已经准备很久了 这个是我过世的妈妈 送给她未来儿媳妇的 希望你能收下 她是机器的 我觉得她是机器的 她是机器的 她是肩童的 原来的 她就是听她了 我已经听他到一个 她是肩童的 我现在还在一块 她就听你了 我现在终于调整一下 我现在已经听她的 她是肩童的 正来民宿上班了 你是要辞退我吗 不是 你明天要去总部上班 什么 什么呀 让我给秦静阳当助理 真不想干 回游金十万 没复了 就会走了 那 助理的工作安排都是什么呀 你先把建的办公室赶紧吧 我先走了 搞成这样 说不定就没人了 怎么再不心 咋得七个半死也不 我要再七个半死 你不是出国了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怎么了 想我 才不是 这些穷能力来的 你弄疼我了 把它拖下来 我不说你带别人给你戒吃 秦静阳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 这个 是白鸣哥给我的订婚戒吃 所以以后 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你爱她吗 当然 你骗人 你明明心里有我 为什么不敢承认 你爱的人明明叫什么 才不是 你好 此分是你找我吗 童娇姐 是吗 我叫温柔 我有事找你 关于白鸣哥的 白鸣哥 求求你把白鸣哥让给我 好不好 你在说什么呀 我爹地宁中前 把公司托付给白鸣哥 而且他答应我爹地 会好好照顾我的 是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儿吗 温柔姐 你听我说 这个感情是一个很玄的东西 我不能说我让人明 我就不 你真是 经过我们的初步检测 温柔小姐可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天安 没事吧 我没事 是温柔晕倒了 她有先天性心脏病 从小身体就不好 她爸爸向我多照顾着她 在哪位是温柔小姐的家属 跟着我去交费吧 天安 你先自己回家吧 我得在医院照顾温柔 行 我不能把她一任留在这 好 我得到医院的地上 如果我那对 太阳 我得到医院去 不过 尤其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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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感谢观看 没事 感谢观看 那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你 感谢观看